那男生就說 為什麼一定要抱 一定要抱嗎 我沒有說一定要抱 哈囉大家好 我是雪蘭芳 歡迎收看Dr.Gracy 今天要講的題目呢 是很多男生近年來的疑問 就是說 誰說做完愛一定要抱抱 為什麼做完愛一定要抱抱 因為我之前有講過說 做完愛你不管怎麼樣 就先抱就對了 那男生就說 為什麼一定要抱 一定要抱嗎 我沒有說一定要抱 我先講為什麼會有這個故事呢 男生呢 因為在射完精之後 會有一種荷爾蒙會分泌 那這個分泌的荷爾蒙呢 會讓男生想睡覺 這個是生理上的 所以女生也不要怪男生說 為什麼射完就倒頭就睡 加上如果你的男伴 他如果白天 或是他這陣子壓力很大 加上射完精 他的荷爾蒙作睡 讓他整個就想睡 其實這是希望女生 可以體諒男生的部分 那在我為男生解釋 為什麼射完會想睡 希望女生可以理解 同理男生的同時 也不是說 男生就可以理所當然 就這樣射完就給你睡去 希望男生也可以在 體諒女生會希望 我們覺得後戲很重要 因為你射完你做完 用抱的是不是最簡單 那女生要的其實就是那種擁抱 你不要讓我覺得我只是個工具 我只是玩具 你射完你發洩完就要離開那種感覺 所以當你做完再擁抱 做任何事情都可以 那你要你不一定要抱抱啊 你要 牽他起來去跳支舞 你要牽他起來去刷個牙 還是帶他去夜市吃臭豆腐 都可以 只是你們有這麼多經歷嗎 那如果沒有 或你要跟他講個床邊故事 講個耳語呢喃 你講你想他你愛他你要幹嘛都好 反正射完做完不要不做事就好 你就是跟他有互動 你要抱著他在床上睡覺 抱著他去廁所尿尿 但是尿尿是一定要做的啦 那你要不一定要抱 你可以牽著他的手 扶著他幫他穿衣服 反正你要幹嘛都好不一定要抱啦 聽到沒有啊 但是你要跟你的女伴持續有互動 這個才是後戲的重點 不是說後戲一定要抱抱 是後戲請你們維持延續雙人的互動 這才是重點 有聽懂了嗎 也可以買藕仔來吃 這都是可以的 那希望這個影片有接到你們的貨 我們今天的影片就到這邊 喜歡我們影片的人 記得按讚 分享 訂閱 留言 開啟小鈴鐺 掰掰 因為他說也不要拍照 你可以看